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你的绯闻对象王海友到演唱会的现场来帮你加油 就是非常多好朋友 因为邀请了真的是差不多六七十个 然后本来要来的名单到四十个 大家给我的那个力量真的很大 我真的很谢谢所有艺人朋友 而演唱会嘉宾则是请到苏达律主唱清风助阵 歌一好的他却难得唱破音 不过就被他一分自嘲加妙语莲珠轻松化解 演唱会接近尾声时 杨成林又突如其来走下舞台 邀请台下观看的杨妈妈一起合唱歌曲 为历日生日的杨妈妈送上一份最难忘的礼物 温馨场面令人动容 她其实真的一直以来都不告诉任何人 我是她的女儿 她真的只想低调 只有真的少数几个亲战朋友知道 我是她的女儿 她今天说其实她好几次都好想说 杨成是女儿 什么的这样 然后我觉得我很开心 她有这种感觉 这种想法 这种念头出现在脑中 因为今天我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我是她的女儿 她就是杨妈妈 演唱会圆满结束后 杨成林又在庆功宴上 宣告将会在海外加开十场巡演的消息 对于让杨妈妈首次曝光在镜头前 杨成林也表示 希望妈妈的日常生活不会受到影响 其实我知道她要的只是 她的女儿快乐健康很简单 但是每年的生日 我总不能就是都给她一份健康检查表 所以你看我现在很健康快乐 对啊 所以我觉得当然来一个特别的回忆 所以除了给她这礼物以外 也是给所有买票支持我的观众 一个很大的礼物 那会不会担心 她妈妈之后 她女生会希望影响是什么 影响啊 我觉得她比我担心 当然我也很保护她 所以 我是希望大家就 就 应该不会那么好认吧 对啊 她应该 她很会乔装 所以 我倒不担心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